立正 請你 請你 大家早安 我們每次都是禮拜六一大早 就開始討論我的部分 我都是 談一些美國基本精神 還有從憲法出來的 這些基本觀念 這個 禮拜六 就先把這樣的課程 先排開 接下來都是一些 宗教啊種種 那個也是很有趣的吧 我們 看到美國基本精神 就是我常常 用什麼角度呢 就是 因為像昨天 我們林博士還有蔡總理 他們都提醒各位 你要在外面多多的宣傳 我們這樣的理念 所以你如果可以買這個書 還有拿這些小策子總統 多熟悉 我們這個論述 那你就有辦法去跟別人講 所以 我延長一部分 我們 我必須提到 你跟別人講 別人會有什麼反應 因為我們 從 我跟林博士從2004年吧 已經 已經七年了吧 我們在 我們在跑來跑去做這樣的演講 還有跟大家溝通 我們聽別人的反應 聽很多嘛 所以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第一個反應是說 喔 你要 要 推動 台灣 成為 美國的一州 這是第一個反應 很多人馬上有這個反應 但是 我們從來沒有 要推動 台灣 成為美國的一州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說 為什麼 人家會有這個反應 因為他 對美國歷史 他對美國 整個國家結構 他的知識 只有 州 美國是很多 州所組成的 這個就是美國 啊實際上 這個是一部分而已 那關島是什麼 關島是州嗎 他不是 那 波多黎克 維京純島 那些又是什麼 他 又不是州 所以我們台灣的情形 其實跟那個 所謂 美國的海外領土 比較接近 美國以前 最大的海外領土 在歷史上 最大的海外領土是什麼 就是菲律拼 菲律拼 從 大概 1898年 一直到他 他這個 獨立 1946年 就是美國的海外領土 那美國當初 他說 他說 我也不打算 搶起 殖民 或什麼 這個菲律拼 但是我就是先管理一段時間 所以他們怎麼樣 他們到了 1931年 1932年 差不多那個時候啊 這個菲律拼 很多人就說 我們要獨立嘛 所以他那個時候 他 就 通過一個法案 美國就通過一個法案 他就列出來很多東西 你菲律拼人必須做這些動作 你必須有這些動作 你必須有這個步驟 那以後 你就可以獨立 所以 那個時間表和那些 規定 這個菲律拼 他們跑了差不多十年多 為了完成那些十年多 然後 中間那個又插了一個 美日太平洋戰爭 對不對 又是日本侵略菲律拼什麼什麼 比較亂 但是後來 他總算 1946年跑完了 那些宣布菲律拼獨立 是 美國宣布的 所以 其實 對台灣未來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參考的 是 你從美國的體系內 你要獨立出來 你也不需要搞什麼革命 還是什麼 你就是跟美國國會協調 我們獨立的時間表和 我們步驟在哪裡 對不對 OK 這個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現在有留下來 美國現在有那個 五個 海外的那個 海外領土 現在還有五個 這些 共同的特色 它跟美國本土 它有一些不一樣 那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 我們要了解 就是說 這個海外領土 怕對美國聯邦選舉 它沒有投票權 它不是州 它也不附屬在某一個州裡面 它也不是附屬在加州裡面 不是附屬在紐約州 也不是附屬在德州 它是 外面一個 單獨的一個 海外管轄地 所以 它對美國聯邦選舉 也沒有投票權 它對任何一州 州的那個州長 副州長 參議會 眾議會 它沒有選舉權 OK 這個是美國憲法規定的 美國憲法是說 這個選那個 美國總統是 州的選民 所以這些地方不是 州就沒有 沒有那個選舉權 所以 台灣有一個 五十一州俱樂部 是一個州先生 我們跟他溝通很多次 他基本的 憲法的法理都完全不懂 他說台灣可以自己什麼 公投成為美國的一州 這個 天下哪有這種事啊 那如果可以公投成為美國一州 我也可以公投成為加拿大一省 是不是 哪有這回事啊 你想非洲一些落魄的國家 他們可能人民很願意 做為美國的一州啊 他們也很願意 因為他政治很亂啊 哪有這種做法 那個跟憲法完全不符 然後他又說 我們成為美國一州以後 我們成為美國一州以後 以我們這個兩千多萬的選民 我們可以扭轉美國國會的那種 處理各個國家政策 我們就可以扭轉 這個又是第二個 天大的錯誤 海外領土的人 沒有聯邦的選舉權 所以 我們曾經跟那個周先生聯絡 我就開出來一個單子給他 我說你要看這些法案 你要看那個大法官判決 你要看這些歷史文件 要不然你在講什麼 然後我們 我們水憲法的人 覺得你這個是 怎麼可以拿出來跟人家談呢 這是完全白癡的一種談法 結果他都不看 他繼續在網路去散播他的 所以 如果你看到他的論調 你就會馬上知道 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他有很大的瑕疵 因為海外領土的人 我們沒有聯邦的選舉 我們可以開會 我們可以說我們支持誰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自己成立一個台灣民主黨 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台灣共和黨 我們可以有啦啦隊 我們可以開辯論會 哪一個候選人比較好 這個都可以 但是到投票的時候 我們沒有分 OK 所以這個要搞清楚 我們有分的 我們台灣公民的 投票權在哪裡 當然在台灣啊 反過來呢 那美國那些人 他來台灣 就馬上可以選舉 那也不行啊 他不是台灣公民嗎 他這裡沒有選舉權呢 所以 所以 在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是 海外領土 OK 他沒有 聯邦選舉權 也沒有州的選舉權 但是他也不要 他也不要繳聯邦所的稅 他也不要繳聯邦所的稅 那對於這點 很多人也不懂 有的人就給我反駁說 欸關島有繳聯邦所的稅 沒有 關島沒有繳聯邦所的稅 關島就是說 因為 稅法比較複雜 他們就是把美國的那個稅法 直接拿過來 做自己的稅法 每一個地方寫美國 他就把它改為關島 所以你看起來 關島的稅法就是美國的稅法 好 這是他的權利嘛 稅法沒有版權欸 美國立的那些法沒有版權啊 你要騰 你要騰過來 隨便你美國 任何一個州憲法 你要做參考 做台灣未來的憲法 你都可以啊 那個沒有版權啊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 要弄清楚 我們不需要繳聯邦所的稅 這個 將來應該是很重要 因為你要 你要一些公司 特別是美國公司 要他來這裡投資 那如果他 在台灣 只要繳台灣稅 不要繳美國稅 那對他來說是比較有吸引力 因為美國的那個稅制 全世界收入他就要課稅 這個是比較不合理 但是沒辦法 但是美國赤字那麼多 他也不可能改 是不是 所以這幾個地方 一般人 在你推廣台灣 民政府這個論述 一般人的質疑 就在這幾個地方 那可惜 連這個大學教授 在台灣的大學教授 就算他在叫什麼 美國歷史 美國法律 美國法理 他們也不懂 他們大概他只知道 這些州什麼形成的 海外領土怎麼形成的 他也不知道 當然 他們是 對美國來說 他們是外國人 所以 或許他沒有學得那麼深 我們可以體諒 其實也很好笑 我曾經問那個 我碰過很多那個在台灣 繳中華民國憲法的 我有問他們說 他 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憲法是 什麼時候把台灣領土 並入中華民國領土 他也回答不出來 他也回答不出來 我說那你這裡有個 憲法法庭 大法官那些 如果台灣不屬於你的領土 那你在判什麼 我問這樣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回答 我想沒興趣 沒興趣回答 所以 這個也是很糟糕的一個情形 對不對 因為他們 雖然有 這麼多的法律素養 我相信 像我們以前 跟我們合作的一段時間 那個成仲謀還不是 留日本 留澳大利亞什麼 留德國 他們頭腦學問很多 他們頭腦學問很多 但是像他周邊 也是 這一級的法律學者 但是他們 還是認為 占地為王 我說有這個法理嗎 占地為王 今天有這個法理嗎 他們這個話題 沒辦法談論 所以這個就是林博士提醒我們 國際法裡面 有一塊是大部分 99%這個水質 完全不碰 那是戰爭法 他對這個完全不碰 完全不了解 你就試試看 你聽他說 戰地為王的法理 怎麼樣 你說說看 他們沒有話可以講 那就表示他對這個完全不懂 所以他以為 蔣介石過來這裡 1945年10月25日 接受日本投降以後 蔣介石要把這個動作 規劃為什麼樣的法理 隨他去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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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上這樣的行為 已經很清楚 那是佔領的開始 沒有其他的解釋 什麼台灣光復節 沒有 沒有台灣光復節 所以我們前一個禮拜 就上個禮拜五 我們七八個人 不是去屏東向下 然後去演講 也是很多原住民 那天差不多是9月30號 那9月30號 我們這個 司法部的 林先生 林詠誠 他就在那個英文 那個台北時報 他有一封信 他就在講 這個原住民 在台灣 他要生長他的權利 啊常常碰到 這個 中華民國 這個體制 也就是國民黨體制 很多不合理的那個法律上的解釋 那最嚴重的就是 國有財產 國有財產 沒有光復節 哪有什麼國有財產 啊每次那個原住民就說 這是我們傳統領域 這個要給我們 這個要還給我們 那個相關單位說 這個是國有財產 欸這個不是你的國 哪有什麼國有財產 這個我們怎麼解釋呢 就很簡單啊 就像昨天林博士說的 把日本轟炸到要投降 把台灣轟炸的是美國 英國 法國 蘇聯 紐西蘭 澳洲 印度沒有參加 中華民國沒有參加 中華民國有拍一個兵到日本本土嗎 ZERO 中華民國有拍一個兵到台灣嗎 ZERO 零 全部是零 這是美國的征服地 美國 才有權利去講話 投降當天要講什麼話 美國講的不是你中華民國講的 你沒有資格啊 那美國有講台灣光復節 沒有這回事 所以台灣光復節不存在 美國的那個 外交的那個書籍 美國外交關係 他有編書 每一年 好幾本 那個講得很清楚 還有英國的外交史也寫得很清楚 官方的那個書 1945年4月25號 台灣區 佔領的開始 沒有台灣光復節 佔領不移轉主權 所以 同樣的你們 跟這個有關單位的時候 你們在談的時候 欸 等一等 台灣是美國的政府地 不是中華民國的政府地 你要談什麼台灣光復節 你必須拿美國的文件來給我看 不是你自己職員 幾說不可以啊 法國有這樣的承認嗎 美國英國沒有 沒有這樣的承認 啊你什麼國有財產 這個解釋不能成立啊 所以將來我們 當然我們民政府是 就是敲著這樣一個做法 一直走下去 這個是 剝奪人家的權力太深了吧 因為 當然他們說 如果 這個體諒 中華民國的人說 如果他們不在 那早就被中共吃了 早就被公共吃掉了 欸 但是 劃過來 那現在馬英九在 也快被中共吃了 不是嗎 所以講這個話 什麼意思 你打我這邊 然後你差一點藥 然後等一下 你打我這邊 這實在無聊欸 啊我在想更無聊 啊如果你不在 美國在 我們早就是非常民主的國家 我們早大概就已經獨立了 所以不要跟我來借一套 我才不要欸 你寧可到了海的中間 全部 啪啪啪啪啪啪啪 全部給你牽下去啦 對不對 台灣今天反而更好 所以 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啊這個就是來自 我們如果在 美國 海外的管轄 那就說 我們有一些權利可以主張 但是同樣的 也有一些權利不能主張 所以這個又回到我們剛剛講的話題 到底我們能主張什麼 到底我們不能主張什麼 所以你又碰到人家 你說喔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一週 喔不是不是 喔不過反正 你變成美國 管轄裡面 喔那美國憲法就第二條 修正案第二條 人人擁有槍支啊 喔那我再來完蛋了 那走在街上 就隨時被搶了 那這個又是誤解 因為那個 美國憲法修正案 第一條到第十條 人權法典 但是這個 他很多那個條文 都是跟美國本土的歷史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才是保障 他們原來的情形就可以繼續 那原來的情形是 美國是殖民地嘛 啊軍隊都是英國的嘛 啊等到他開始跟英國反抗 啊他沒有軍隊嘛 但是那個時候大家要打獵嘛 所以每個人在家裡有槍嘛 所以他就有民兵嘛 所以到了廣場 我要那個鐘啊 大家跑來 拿著槍跑來 喔英國人來了嘛 所以這個就有這個民兵的這個傳統 啊台灣沒有這個民兵的傳統 所以是因為那個民兵的傳統 才有人人有槍支 他是這樣來的 他是這樣來的 所以台灣沒有那個傳統 除了有一些 山地人或是原住民 曾經有用什麼武器來做打獵 他還有這個習慣 除了這些人比較有一點歷史傳統以外 可以 可以允許他們做這樣一個 致命武器 但是其他他不會 他不會認為說這個是台灣 一定要有槍或什麼 不是 我們還看到那個 這個第一條到第十條 他還有保障 陪審團的制度 但是這個 不一定是用在海外領土 其實 大法官也有做判決 陪審團制度不是自動用在海外領土 因為我說的嘛 美國現在就已經有五個海外領土 有波多里克 維京存島 有美俗 沙摩爾 有關島 有 北馬里安娜存島 已經有五個 那他們曾經有好幾個大法官判決說 什麼制度用在這裡 什麼制度不用在這裡 所以這個大概的輪廓 其實從大法官的判決都交得到 美國大法官的判決就 當做法律來看 他怎麼規定 我們就怎麼做 所以這個已經有例子可以交 那從什麼時候開始 他們開始談海外領土的就是 美國西班牙戰爭後 也就是 美國西班牙戰爭1898年 差不多二三月開始 四月大概算戰 後來打了幾個月以後 那個是有關 波多里克跟古巴 主要是古巴 在打古巴 古巴在美國的南端 他才打那個戰爭 後來 古巴情形跟台灣比較接近 西班牙放棄沒有說給誰 西班牙放棄沒有說給誰 和平條約生效一個禮拜後 是誰的國旗在飄 當然是美國國旗 美國是征服者 所以這個又是台灣奇怪的情形 你問的是台灣的歷史水準 10月25號為什麼升中華民國國旗 這個也是錯誤的 這個是錯誤的 在國旗法上沒有理由升那個國旗啊 你10月25號升那個國旗 等到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那台灣沒有給中華民國 那你這個國旗在飄 那你已經變成一個怪物啊 你又不是中華民國 你又是飄這個 讓你說人民又是中華民國國民 從和平條約生效 1952年4月28號 台灣的法理已經亂掉了 你剛來的時候應該升美國國旗啊 這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美國是征服者啊 征服者的國旗在佔領期間要飄啊 所以你先升美國國旗 然後 後來蔣介石的那些人過來 你在委任他們做台灣的佔領司儀 那是不是就變成他們的基地 就升中華民國國旗 但是外面大的 就像我們這個大樓 大的旗桿上是美國國旗 對不對 美國可以用十幾個人在這裡 就是說守住 就是委任中華民國來做 OK 那也不會有什麼228的什麼那些都不會 欸不可以這樣 OK 那等到1952年 那個和平條約生效 沒有給中華民國 啊他們的旗子要拿下啊 啊中華民國 結散 結散還是回去 我不能回去 誰說你不能回去 偷渡嘛 我有船我給你送過去 要不然游泳 你不是一天到晚再損什麼游泳 勇敢的游泳 對嗎 你可以游回去啊 對不對 那邊 中國有很多工廠 他可以製造很多孫章給你啊 對不對 回去嘛 啊這樣為之 漂子是美國國旗 台灣海外領土 美國管轄 和平條約也是這樣寫 清清楚楚 沒有什麼矛盾欸 所以當初升 中華民國國旗是錯的 是錯的 完全錯的 這個也是歷史的 大家沒有搞清楚 所以 我們說有 有這本書叫做 被出賣的台灣 也是一個美國什麼 海軍和什麼寫的 當然他寫得很詳細啊 他也寫到那個時候啊 他在 1945年10月25號他也在啊 他也參加那個投降典禮 所有的這些東西 啊大家對那個書的評價很高 問題是 那邊書你看完以後 那怎麼解決呢 那結果呢 怎麼解決呢 我們去年去美國開那個 酒會 我們到華盛頓DC去開那個 酒會 我們的 DC的辦公室開幕 後來我們就去紐約嘛 我記得我們11號 9月11號就是 這個日子很有紀念性嘛 我們9月11號就在紐約嘛 結果就開到那個什麼台灣會館嘛 在郊區嘛 也是就是這個台灣US.NET的那個 主要是他們在做的嘛 在 在 紐約郊區嘛 啊他們很大的一個會館 比 比我們 它有兩層樓還是幾層樓 它比我們這裡還大耶 喔很大的一個地方 然後都隨時有很多 呃演講啊什麼 發表啊什麼那些 欸啊它裡面後面那個廳 就在一直在 一直在播那個被出賣的台灣 那部電影 但是 內部電影 待會兒我們大家看看 但是問題是 你看完以後 那結果呢 你要怎麼樣 OK台灣人受到很多破壞 世界上這種很多欸 非洲 有幾百個民族受到很多的迫害 那你要怎麼辦 你有解決方案嗎 如果沒有解決方案 那 你要別人 怎麼樣 I'm sorry 兩個字 然後走掉啊 有什麼用啊 所以我覺得 Jagasuga這個電影 好像忘記自己的 真正目的應該是要解決台灣問題 不是光 談一大堆悲情啊 悲情歸悲情 那怎麼解決呢 對不對 如果沒有解決方案 那 用處不在 所以你還是要看那個台灣論 新台灣論 那裡面有提到解決方案 那為什麼很多人不談這個 因為 社會上已經有很多人 已經提出台灣的解決方法 獨派 他們就是要獨立 你問他說 向誰宣布獨立 他也答不出來 他們是一群 法律學者 你問向誰宣布 請問李鴻喜教授 你向誰宣布獨立 對不起 他們回答不出 所以這個在台灣教授大學者 這個在台灣教授很有頭腦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人的知識 還是在幼稚園裡 對不對 那你 你最 就像我最近我在看很多這個 因為我們有這個 副主席在美國 蔡明法 所以 我常常要跟那個 Amazon的那個 網路訂書的那個 公司我常常要買一些書 但是運到台灣 的那個運輸費很貴 而且 他有個規定很討厭就是 只有新書他才過 那個國際運輸 舊書他沒有 所以 而且好像只有他本部 的書他願意運到台灣 所以這樣很多很好的舊書 我就沒有辦法買 所以 乾脆我就用蔡明法的那個地址 因為他在羅生基有個倉庫 所以我就算 我訂兩個貨櫃的書 對他來說 沒什麼他都放在倉庫裡面 下一次來台灣 他就拿過來 所以我買很多那個登山的書 裡面有一句話我覺得不錯 有一個人就說 他說他是 第一把登山好手 他太太也說他是第一把登山好手 我跟他談一談 覺得好像他是第一把登山好手 但是 不知道有沒有人告訴這座山 對不對 這個山有沒有承認你是第一把 他一個山崩就給你耍掉了 拜拜了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的國際法學者也是一樣 喔我的論述最好 可惜 美國否認你的論述 英國否認你的論述 聯合國否認你的論述 你寄來的申請表 好 我連拆封都沒有直接寄回 喔你的論述很了不起吧 沒有人告訴國際社會你的論述了不起 所以國際社會認為你的論述是一團垃圾 所以 這個怎麼 怎麼可以拿得出來繼續談嗎 經過六十年 民主改革 政黨論述 人民素質提升 台灣已經 逐漸 演變成 主權獨立的國家 放屁 國際上沒有這個論述 你要談國際法 要麼就是舉以前的例子 以前有這樣做 國際社會已經承認 這樣的程序已經是符合什麼道理 要不然你就拿成文法出來 那你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給我幾個例子 曾經有一個 有一個地區像台灣這樣 然後經過民主選舉經過 教育提升 經過人民素質改善 等等等等 世界上承認它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這種例子 所以這個就是你自己發明的一種 不存在的論述 我們聯合論述不是這樣 我所有的歷史都是考證歷史 和法理 台灣的情形 跟美國佔領加州 跟美國佔領 波多里克 古巴 關島菲律賓 都是同一個模式 同一個模式 同一個步驟 都是同一個步驟 你可以畫圖出來 同一個步驟 然後 這個法理已經形成 這個慣例已經形成 就是把台灣帶入這個步驟 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台灣的情況如何啊 這個是既定法理 是一個 形成的慣例 所以我們這個才能 站得住腳 就像昨天有人在講 萬一歐巴馬不連任 民政府怎麼辦 那很簡單啊 我們是基於法理 我們不是基於林志森跟歐巴馬的感情 我們不是基於何日元跟歐巴馬太太 有曾經喝過咖啡 有拉一點關係 不是 我們是基於法理 這個法理不管協賽做白宮的位置 我們法理都通啊 所以這個是我們處理事情的方法 OK 所以 就像我剛說的 很多這個情形啊 台灣的情形就是有關佔領的情形 你 要回去看 那個歷史曾經 有什麼樣的一個 例子 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情形 你才有辦法去 了解其實佔領這樣的東西 它也是有步驟 然後 至於這個 委任代辦 其實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委任代辦 美國跟歐巴沒有外交關係 那美國是委任另外一個國家 如果有美國人在歐巴 他遺失了護照 他就可以去那個大使館 他就可以重新申請美國護照 委任代辦 所以很多人說 那國與國之間 沒有委任代辦 我舉手說 你錯了 絕對有 國與國之間也有委任代辦 因為你看北韓也是一個例子 那種國家 很少跟別人有外交關係 那其他的國家跟他之間的關係 都是委任某一個政府來處理 這個 這些人是 不懂國際的那個事務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有這樣的情形 那報紙上 以前 參與我們的那個線上論壇 台灣有那個歷史學者 叫做什麼 李小峰 最近他比較沒有發表什麼 他在線上論壇什麼 沒有發表什麼 他講很多很多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歷史考證不錯 但是你法理完全忘記耶 沒有光復這回事 所以為什麼你不把這個拿掉啊 那後面你就可以談 國民黨的那個違法行為 他就回答說 我在四星大學教書 我還要繼續領薪水 所以 他也不方便 說這樣子 這樣 這樣不好耶 寧可把他死掉 往真理這個方向去走 是不是 我們大家都這樣想 不知道他可能有加一些負擔什麼的 所以他不願意 但是很多水者 很多水者大概就是用這個態度吧 他們 他們就不 所以你說為什麼 很多人那個他不來 他不來開會或什麼 那也有人私下跟我們講 就說民進黨有哪幾位 他們很想過來你這裡 怎麼樣怎麼樣有什麼 我們都是同一個回答 你也可以學習這個回答 我們就是說 不管就是 你說民進黨哪一位要過來 什麼姓蔡 什麼英文是不是 不曉得 他是哪一個職位 沒關係 先過來上課 我們所有的回答就是這樣 先過來上課 就說我們沒有私下安排什麼 你先來上課嘛 上課完了以後 大家可以坐下來談說 你要怎麼樣 以前我們有那個消息 就是差不多幾個月前 或是半年什麼 那個什麼民進黨的小美琴 他不是去了美國 然後跟他們講說 各種謠言 是不是美軍要進來台灣 那如果美軍要進來台灣 我們馬上會把黨綱改一改 所以就要跟我們講 當然 美國人 國務院聽他這樣講 美國人想到什麼 那不是就想到聖經 你跟上帝在談判 那如果你是真神 你明天要把世界毀掉 那如果你確定了 那我們全部的人過來信你的 如果你還沒有確定 那我們就等一等 對不對 美國是基督教國 他會這樣想 他說你明天要開始下雨 然後全世界要洪水 然後全部沖走 那如果是真的 那台灣我們就 我們就去幫忙 Noah蓋那個方舟 但是如果他就是瘋子 如果不是 那我們就 我們就 因為我們這邊很多金牛 什麼我們還可以繼續拜 所以我們就不用了 所以美國就說不用了 美國就回答說不用了 意思就是說你自己選嘛 對的你就做 錯了你就不要做 你自己決定到底什麼是對的 全世界告訴你中華民國沒有主權 你在那裡說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你認為對嗎 那你就繼續走嗎 你繼續走 我 我跟你講 你這樣繼續走下去 有一天民政府開會 你應徵 端查 都沒有被錄取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所以他們真的很 很想把他們關在一個房間 然後就是說 你 從歷史和法裡 你解釋你的黨綱第一條 你證明這個是對的 你寫出來 我不相信他會寫 好那既然你不會寫 你立刻宣布改變 你立刻宣布廢除 所以這些人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惡耶 你只能用可惡來形容 因為為什麼 他們只是要騙選票 唯一的想法是騙選票 他沒有別的想法 所以 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記得在阿扁要 連任 要爭取連任的時候 也有幾個民進黨 過來跟我講 因為他說 就算我沒有投票權 但是我認識很多台灣人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告訴他們 投我們民進黨 我跟他講 我說那個人姓林 我說林先生你的論述錯了 我跟他解釋很多很多 他就跟我回答說 嘿那你這個講得很好 那我們選舉完以後 我們就全力推這個 我說No 你要全力推 就從這裡開始 今天開始 你先把你這些 我這裡有個很大的垃圾桶 你先全部放進去 然後重新開啟 如果你的民進黨的同事不能同意 你就打電話跟他們說你辭職 因為我們做對的事情 錯的事情 我們不做 他聽不進去耶 他聽不進去 所以 我就知道他是 我就知道他是騙人的 對不對 我就知道他是騙人的 我說對的事情我們要做 那在台灣 比較考慮到這個情面 那至少 就像人家有什麼謠言 什麼那些那些 我常常聽到很多謠言 很多謠言到我這裡 我聽了以後 我進入我的腦袋掛 然後就把它消掉 我不再傳出去 我作為很多謠言的終結者 所以他們應該是一樣 有錯誤的論述進來 那就不要再傳播出去 就不要再傳播出去 所以我也是鼓勵他們這樣做 對不對 可惜他們聽不進去 那現在 我們也跟那個聯樂國什麼促進會 跟他們去 去接觸啊 我們也講給羅榮光 好像他聽懂 好像聽不懂 我搞不太清楚耶 我覺得這個很可惜 因為作為 神職人員 他應該堅持對的 那我說明明 台灣的領土主權 不在中華民國的手上 所以 台灣是一個國嗎 我說羅先生 你把你身份證拿出來 他寫台灣的嗎 他寫中華民國 羅先生 台灣不是一個國 目前 在台灣能稱為國的就是中華民國 而他是流亡政府 所以我說 你不可能進入聯合國 羅先生聽懂了沒有 因為你台灣是地理名字 不是國 沒有國 沒有任何世界上叫台灣的國 然後沒有人民 沒有領土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把台灣澎湖過戶 給一個台灣黨局的這個國家 沒有 羅先生 哈囉 有沒有聽懂 哈囉 他的眼睛一直眨著 那繼續他就繼續在報章雜誌 繼續唱他的進入聯合國歌 所以可以保證他沒有聽懂 很可惜浪費這麼多時間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寄的信 他們連打開都不會打開 我相信那個信寫得不好 簽隨便的英文不怎麼樣 那個信要寄給聯合國應該先給我看 我會告訴他說 你應該要提出來 人民 政府 領土 外交關係 你都要提出來 其實台灣任何一四個都輸掉了 在台灣的這個外交關係 都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來簽的 沒有一個用台灣來簽的 台灣的外交部 台灣的外交部 也就是說台灣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他 最大的興趣 是在 國際間 誰是中國的政統 他最大的興趣在這裡 五六十年沒有改變 但是這個議題 1949年已經 結束了 沒有光復節 台灣仍然是日本領土到日本在和平條約 放棄 維持啊 你跑到這裡的時候已經變成流亡政府 那如果你說 如果你要說日本在台灣有生與主權 那更你是流亡政府 不管怎麼看你是流亡政府 因為這裡不是你的領土 所以 你要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要爭國際間 正統 中國的頭銜 是不可能贏呢 所以你看他們 到今天為止 他們還騙所有的台灣人說 這個是我們 很正確的一種 國際輿論 而且我們為了尊嚴 誰的尊嚴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尊嚴 今天的 就像昨天那個蔡總理說的 今天所有的爭執都是什麼 都是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有的爭執在這 跟我們台灣什麼關係啊 沒有關係耶 你過來這裡然後你們兩個繼續爭啊 那如果我投票支持你 那更給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理由來併吞台灣 所以 所以 不管怎麼樣應該是 不要支持 這個 ROC的 你支持ROC的就是表示 你同意你屬於ROC的 那你屬於ROC的 按照國際 你 法 有一條說什麼 繼承政府啊 那 PRC就有一個理由去 把你併吞啊 就是國際間人家會這樣看 所以為了避開這個問題 你要講清楚 我不屬於ROC的 所以林詠誠就寫那封信啊 應該沒有所謂國有財產 全世界不承認這裡是一個國 哪有什麼國有財產 所以 所以他的信最後就說 如果不能提出來 美國政府 有關台灣是一個有光復的情形 那你就不能講 那請 馬政府把所有光復節這樣的 一個報導 或是說法 從所有的政府網站 必須拿下啊 我們等著瞧吧 至少他變成一個 言論的部分 而且我們是希望 原住民可以了解這樣的情形啊 用這個為訴求跟政府談判啊 你為什麼要求我 尊重一個台灣光復節 這個不存在耶 不是光你講的 如果你講的就算數 那馬英九隨便走在街上看到一片 一片好的土地就說這是我的 啊可以嗎 他單方面宣布可以嗎 那同樣的我跟朋友有 有做一些什麼合作的關係 到時候我不爽我就說 這個合約廢除 單方面廢除可以嗎 沒有啊 裡面有這個條文嗎 沒有這個條文就不能單面廢除啊 而且那個 法律的不溯及既往也是 不可能讓你說 喔 馬關條約廢除 台灣回到中國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小孩子 在幼稚園 想一想說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他也懂了 我們怎麼不懂 這個就莫名其妙 所以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要懂一些那個 國際的這個基本觀念 而且要從美國 的那個憲法給我們的那個 一些基本觀念要知道 因為美國是管理他的海外 佔領地 他怎麼管理 就像伊拉克 你可以像伊拉克 但是伊拉克的佔領 是任何條約或什麼以前 他們伊拉克從來沒有談到要割讓什麼 從來沒有談到要放棄什麼 那個佔領跟我們這個佔領不一樣 我們是條約後的 那個佔領形態不一樣 那個選是一種敵對 這個選是一種友誼的 佔領不一樣 所以也不能完全把伊拉克 跟台灣做一個比較 不能完全比較 但是有一些基本觀念可以比較 第一個就是 伊拉克佔領期間 有沒有美國人說 伊拉克是美國的一部分 沒有啊 所以這個又有人跟你講說 你推動這個聯合論述 你要把台灣變成 美國的一部分 No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講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講 占領地 不是占領國的一部分 這個有時候沒有學過戰爭法的人 滿腦子都是糊裡糊塗的 但是你只要想國際上的這些例子 對不對 那個時候 甚至於在伊拉克 美軍會發一些身份證 但是當地居民 他還是用伊拉克的身份證 伊拉克的證件 如果伊拉克的證件 這些地方是很落後的 但是如果有證件 他們還是用伊拉克的證件 美國沒有特別發給他的 除非他在那個 占領當局有什麼特別任務 所以也不變成 美國公民 也不變成 美國領土的一部分 都沒有 占領就是一個占領的情形 這個到底規範在哪裡 我們要想清楚 而不要亂說 所以如果說 我們走到那個和平條約的聖效的時候 其實 很多人有很多的這種說法 就是現在有人認為 我們可以爭取日本國籍或什麼什麼 當然這個是一個爭取的方向 這個是一個爭取的方向 但是目前手上 沒有這個國籍 我們拿到台灣公民身份證 我們在美國的體系裡面 我們的身份是什麼 那這個又是一個問號啊 這個也是靠我們來爭取啊 我們當然會爭取啊 因為台灣公民身份 因為台灣公民身份 我們雖然屬於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台灣有這個投票權 工作權 居留權 所有的這個權 但是嚴格來說 他說 在國際間還不是一個國籍耶 那聯合國人權宣言就說 人人 要有國籍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門稍微敲開一點點 我們再反過來跟美國國會說 那我們國籍是什麼 你要給我們一個國籍 把這個燙手山芋丟給他們 嘿嘿嘿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像 這個就像男女來往一樣嘛 那對方完全拒絕你 那你沒有 沒有辦法耶 啊等到你可以碰面 那往後你的攻擊策略 當然都是得寸進尺啊 我們跟美國國會 當然也是要用這個策略啊 所以我們先 我們有 還有一個小時 我們先看到這裡 然後休息十分鐘 再繼續 好 謝謝 起立 進去 進去 休息十分鐘